饒河夜市 米粉汤 霞球下面铺一层凤梨 哈喽 大家好呀 我是Sharo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到了最后一个夜市 饒河夜市 只要达绿线 松山信电线 玩松山方向的捷运 就可以到达松山站 到达后从5号出口出去 就能看到饒河街夜市啦 饒河街夜市是台北市 最早的观光夜市 虽然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集中了很多美食 基本上来饒河夜市的 也都是熟客 所以可以看大家在哪里排队 就能大致上知道美食在哪里了 例如靠近捷运站的巴德路路口 就有一家超多人排队的胡椒饼 看到这么多人排队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凑热闹一下啦 哇 这个排队耶 要排吗 那边 penetration 不是太精神了 真的 他在门喔 好 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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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超超 超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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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 超超最超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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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早晚室 香肠,黑猪肉香肠 2根1条 所以可以叫 好 好 吃個禮拜 好 吃個禮拜 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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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丹 好 吃丹 霞球下面鋪一层鳳梨 有鳳梨不想吃 大的 還沒有看到 看到小的 來 要換一四個 要先打嗎 要先打嗎 要換一四個 大杯 1000cc 要燉太多 有一個 可以 怎麼樣 我養蠟梨 加一點 好 有一個 有一個 咖啡 米粉湯 油豆腐 米粉湯 饶河街夜市美食真的挺多的 我们也吃了不少 每一样都好吃 没有采雷哦 饶河街夜市不是很大 就是饶河街一条街的长度 但是食物的种类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复 也就代表着选择还是挺多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台北吃的最多的夜市啦 今天就先这样啦 大家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